可可所受到的影响并没有像其他商品产业那样严重 但是仍然十分的依赖于私人投资 皮埃尔拉波特来自于世界银行 非洲产出了全世界73%的可可 在2011年全球巧克力糖果市场的销售利润 首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 那么高的利润 如何才能够反馈到社会当中呢 会成为热点吗 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是什么让可可市场产生了平衡呢 我认为让高利润反馈到社会中 主要有着三种方法 第一种也是本质上的 给出售可可豆的农民们设立最低收入保障 例如说在2011年以前 科特迪瓦的农民获得价格只是国际价格的40% 但是从那之后 根据世界银行给出的建议 政府同意将收购的最低价格设定为国际价格的60% 去刺激农民的收入 等于给农民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这也让农民可以获得合理的收入 第二种可以让农民受益的方法就是 让那些能够将可可豆转变为巧克力的产品公司 在社会基础建设方面 包括学校 医院和其他一些方面 做出重要的贡献 而第三点就是通过我们的介入 我们已经让农民获得了更好的最低价格 现在还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帮助农民去提高生产效率 以便可以保证获得更高的收入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的话 这三个元素是可以提高最低价格的 可可的价格波动性很大 价格取决于很多因素 从基础建设到对冲基金经理 以及投机者支持可可的多头还是空头呢 有什么方式可以去控制价格水平呢 还有 所以说我们不会看到价格像2011年12月份那样下跌至2200美元吗 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控制价格的方法 政府可以在内部为农民设定最低价格 这些是世界银行非常关注的 但是我们仅仅是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控制价格 我们的建议是鼓励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 因为即便是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他们也可以通过提高效率 以此来获得更多的产量 价格受到了需求和补给条件的影响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 投入的通胀成本随着原油价格的走高 已经对全球商品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2008年 全球股市的暴跌让商品的价格达到了五年最高 可可产业在过去几年 市场动荡中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生产可可的国家是幸运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 在全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出现了下跌 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是 在近期和中期 商品的价格不会出现好转 而幸运的就是可可是没有受到全球市场下跌影响的产品之一 这导致了可可的购买量的增加 用来对抗受到大宗商品下跌伤害的经济体系 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投资者都受到了商品下跌的影响 从和以上因素和海外市场来看 你对于可可的未来有什么看法呢 政府采取怎样的措施去鼓励可可生产者 提高经济的附加值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也就是说 怎样才能够鼓励更多的国内可可加工业进行整合 而从根本上来说 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国家需要提供适当的条件 例如为私人领域的可可加工产业提供奖励政策 当前科特迪瓦生产的可可 占到全世界总量的30%到35% 目标是在未来五年中 将全球的市场份额提高至50%以上 感谢来自于世界银行的皮埃尔拉波特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见解 我是露西帕弗雷曼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